大家早安 今天的天气和昨天很类似 依然是以午后雷震雨为主的形态 尤其在山区附近要留意可能有较大的局部雨势 提醒大家中午过后外出要特别的注意 我们先从天气图上来看 从昨天到今天 在台湾的北方海面上有一道封面 这道封面虽然没有直接影响我们 但是它让台湾附近的环境是变得稍微不稳定一些 因此在今天 在上午的时候天气比较稳定 但是中午过后午后雷震雨还是很容易发展 在今天上午这段时间 天气依然是以晴朗闷热的形态为主 预计各地的高温在31到33度左右 其中在台东的局部地区 高温可能会来到35度附近 请大家上午外出的话 仍然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 而中午过后午后热对流开始容易发展 我们从电量降水预报图上来看 容易出现午后雷震雨的区域 主要包括了各地的山区 接近山区的平地 以及大台北地区 尤其从图上可以看到 在山区比较容易有局部的大雨出现 请这些地方的朋友在中午过后外出 一定要记得要攜带雨具备用 并且多多注意天气的变化 那因为封面还在我们附近 天气环境稍微比较不稳定一点 因此如果热对流发展的时间比较晚的话 可能在入夜之后还是会有一些局部地方 还有一些降雨的状况 而除了在这个部分之外呢 我们看到刚刚那条封面 明天之后就会逐渐的北台了 那因此明天后天水气会比较减少一些 预计明天到后天礼拜六 台湾的天气还是以午后雷震雨的形态为主 但是下雨的状况跟今天相比 就会减少一些 那最后我们从云图上来看 前几天大家很关注的热带系统 目前呢它的强度是一个普通的低气压 那未来还会不会有增强发展的空间 必须观察 气象局也会持续的关注它的动态 那以目前的资料显示 预计这个低压系统呢 它逐渐的在未来几天会往西北方移动 那可能会来到台湾东方到琉球南方海面 这一带的区域 那预计大概在礼拜日下礼拜一这段时间 因为它大概到这个地方 外围的一些水气或者低压附近的水气 可能就会让东半部的天气变得比较不稳定一些 再请大家后续多多留意咯 以上就是今天上午的天气说明 就会让它 av些 стол 再合得年一点 发展 谢谢大家